台湾第一點 看來我等一下要換青蛙蟲了 下去抓比較快啦 那不行啦 那個軟軟的喔 它是不是軟的啦 五點 我就起來要泡在這裡 這是什麼 這裡面 這個裡面是西式的牆牌 OK... 對 對耶 輕鬆多了 你看這個顏色 好誇張啊 好香喔 我先吃一口看看好不好 好嫩 有點水鹽可以這樣涼拌喔 這裡是台灣本島最西點 博勝燈塔 這一次來到這邊呢 要幹什麼 介紹燈塔嗎 不是 這一次要帶大家看一下 台灣 Let's go 台灣西半部沿海地區 養殖漁業發達 其中又以台南市的 養殖面積最大 這次選擇從本島最西邊的 七谷國勝燈塔出發 就是因為這裡擁有全台最大的西湖 靠著西湖豐豐富的自然生態 長退潮的水質淨化 水下三米的世界一定精彩 對 七谷大家所知道應該就是鹽田吧 對 鹽田 但是其實七谷這邊除了鹽田之外 也是最多餘溫 對 我們大概四千多公頃 四千多公頃的餘溫 對 大哥您自己做這樣養殖業做了多久 大概26年多 將近27年 餘溫的養殖業來說 中間是有變化的嗎 對 因為我們這邊是海埔新生地 民國五十幾年開發的時候 那時候虱目魚 因為那時候的虱目魚 人家就是可能生病 對 或者作業什麼才有吃 對 所以那時候那個單價很高 對 所以大家那時候都先放虱目魚 再來就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草蝦 草蝦開始養殖起來了 對 對 大概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草蝦苗放下去大概都可以十成 十成 百分之百收成 那時候大家都是冷凍廠都外銷 那時候很強 但是突然一續之間 就幾年之間 它整個生存量就掉下來 OK 那就是因為白點病毒 危害 後來就是當石斑魚 出現的時候 對 石斑魚出現 大家剛開始是從澎湖那邊 抓一些魚苗過來 對 然後再來從東南那邊 抓一些魚苗 然後來養石斑魚 那時候石斑魚的單價非常高 對 大概都四五百塊以上 還有外銷到大樓 我覺得我自己這樣跑台灣 除了畜牧業 或者是水產業 對 我都覺得如果說大家要做保育這件事情 你就把一個物種交給我們專門的人養 它就會瞬間繁殖得變很多 好不好 對不對 後來我們就會飼養一些 這種蛋石斑 那是大型的 對 它的膠原蛋質 蛋白非常豐富 然後它那個皮很厚 就是肉也很Q 是另外一種不同的口感 一個很好的食物 因為其實現在有很多的魚職業 養殖業者他們都在做一個 混羊 就泳城中混羊 它的生態豐富 魚也會健康 對 大家都在做這件事情 對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你看這麼多片 這麼多捆的情況下 對 然後大哥這邊準備了這麼多的工具 你準備這些工具 你說要我挑 我跟你講 再笨也挑釣竿 是喔 對不對 因為挑青蛙莊你就是要下水 挑耙子你還是要下水 對 要不然這樣 我們用池來挑好了 就這一池 這池是釣什麼 我們那邊是龍膽石斑 釣龍膽是不是 對 我跟你講我釣魚很爛 但是龍膽沒有一次失望的 真的嗎 來去釣龍膽 但是今天天氣有一點比較冷一點 這釣不釣得到 可能是要看你的技術 我沒有技術 你的吸引力怎麼樣 會不好 說到釣魚 真的是讓我又愛又恨的 每次釣竿一上手 雖然都會膽戰心驚 但結果卻也都不會敗性而歸 而今天的運氣 也會如此好嗎 有這個概念喔 後面小心喔 不要釣到攝影師 順風 它是風往那邊耶 我這裡是逆風耶 逆風還厲害喔 什麼逆風飛翔了是不是 來 太近完蛋 而且你沒有 因為龍膽 它是沉在底部的 所以它拉的時候 咬的時候你會很明顯感覺 很大的力量 所以不需要用浮標 這裡沒有等一下 你太淺你要丟遠一點 我覺得難的不是釣魚 難的是甩鵝耶 來 看來 好棒 厲害厲害 不錯 你這裡面有多大的 大概 40斤到50斤 簡單的 你有釣過100斤了是不是 沒有 要再拋遠一點 加油 啊 沒關係 沒關係 OK 我等一下去把車開過來 看看 它會不會被車的震動聲音吸引來 好不好 等我一下 我要丟到中間一點啊 這個有 這個可以 要不要讓線 要放線 要讓它沈到底 好 風景跳就好了 等線被拖走的時候就會有 對 那邊平常放耳的時候 對 不過你它平常餵耳的時候那種聲音啊 看來我等一下要換青蛙鐘了 下去抓比較快啊 王大哥說 石斑在溫度低於18度C10 食慾會減退 或不吃 連這麼美味的草蝦都吸引不咬它了 好吧 這次就放棍 它這個溝 這是什麼溝 這是我們的淨水溝 溝湖的最好的水在這個地方 對 從台灣海峽進到溪湖 然後淨化溪湖 再從這個水門進來 進來以後我們 內部也有我們內部的水溝 對 內部的水溝 OK 所以我們就是靠漲槽 然後漲槽的時候水可以進來 所以是我們的淨水 淨水 這就是海水 對 這個都是海水 所以這邊都是海水樣子 是不是 是不是鹹的 不用...我聽你的就知道 OK 好...走... 對 到底是什麼東西 要用爬子 它是野生的嗎 是野生的 所以你說的是那個 黑黑的那個 對...就是那個 所以要把它拔起來喔 對 沒有 我先試試看有多深 我試試看 這麼深耶 所以我們要有工具啊 我沒有叫你人要下去喔 這裡還可以... 對 不行啦 那個軟軟的喔 要小心喔 所以要把它拔起來喔 這樣嗎 對... 這... 這個嗎 有啊 這個不好的 這個另外一個品種 是喔 對 我看看 這水中鹿角 絕的如山真面目 真的不容易見到 費盡力氣撈上來了 竟然不是 只好到另一頭 再下水溝試試 這個就很漂亮 原來就是這個啦 海菜啦 所以它長得像鹿角 對 你看有沒有像鹿角 對啊 你說這個原來不是人在吃的 這是什麼動物在吃的 這個是九孔來吃的 你剛剛說噴到整個九孔池裡面 然後把它整個攪碎 然後噴下去 沒錯 沒錯 那以前早期在南部 像林檬那邊 他們是用天車 然後用籠子這樣 對 整個一串掛起來的 然後一個籠子 一個籠子有個門 對 所以就打開那個門 裡面放九孔 然後再把一些海菜塞進去 是這樣餵的 懂了 要說是餵這個 對... 我們如果不吃九孔 直接吃這個就好了 你就不用吃九孔 怎麼吃海菜一樣是九孔吃的 理論上是這樣沒有錯 是 但是還是想吃九孔嘛 對不對 那個口感不一樣 真的喔 對... 這個好漂亮 對 金銀梯做的感覺 那早期 早期他們 除了餵九孔以外 他們會拿這個 來體練那個 叫做洋菜 洋菜椒 洋菜椒是用這個做的 對... 他們去曬一曬 曬一曬它就變白色 然後做果凍 對 洋菜椒是用這個做的 對... 好酷喔 你們這邊真的很棒耶 到處都是寶物 對 水溝裡就有 到處都是寶物 這真的是寶耶 我們現在去找那個 海龍驅菜 是一種大型的海參桶枣 生長在水質好的草間袋 主要用來淨化海洋環境 原為野生藻類 現在則有漁民 利用漁溫栽種販售 除了能提取洋菜椒 飼養九孔外 也可以汆燙後 直接食用 反正海鮮夠多 等著滿滿的海味就好了 是不是 對 這文殼也太大了 靈感來自於什麼 來與人吃香菜 對 有調味方法 好不好 我來玩一下 好 都給它下去 好 好不好 然後這個 這個原味吃起來怎麼樣 有點吃一點不吃 太讚 你汆燙過後它其實 它沒味道 但它吃起來真的很像你說的那洋菜 對 它真的很像洋菜 對 是我的脆脆的感覺 對啊 超像的 好 吃一口 你吃一口 我跟你講 這簡單 這魚醬油來一點 OK 好 把香油來一點 好 加醋 然後 還有一點 好 好 用來再加油自己料理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料理 接下來 我們就把這些 蔥 好不好 對 辣椒 蒜頭 好 進去就這樣 好 然後把它整個 拌一拌 滿滿都已經海味 對 這不錯 這醬汁變好吃了 沒關係 我們先自己試試看 腰皮 我夠好吃 食材新鮮就是王道 只要簡單調味 相近的種類搭配在一起 就能蹦出絕佳的滋味 我說王大哥 您別不相信了 試了就知道 大家 這樣做其實不錯吧 這樣做起來文革更鮮甜 真的有那種感覺 真的嗎 對 因為在藍瓶泉不會錯 因為他們都是靠海邊 全部都是靠海 大海就是他們的林鄉 簡單的料理 也沒有太多過於的風調 是 不用這種方式 是... 像這個文革也是 就是用水煮 然後蝦子是水煮而已 對不對 滿甜的感覺 蝦子怎麼樣 超大 超級大 它裡面沒有蝦子 這個海龍蜜菜真的是 就是QQ的感覺 QQ的 對 而且就像你說它有洋菜的 洋菜膠 真的好吃 而且你的蝦 怎麼這麼好多啊 有夠新鮮 海龍蜜菜 是七股養殖漁業的新亮點 在七股成功解鎖了 水下三米世界其中之一的模樣後 接下來轉往雪甲 繼續探索水下世界的奧妙 五點 我就起來要泡在這裡 這是什麼 這裡面 這個裡面是西式的漂白色 像這樣子的顏色的蝦 其實我說真的 這個對我來講 有點像觀賞級的 它本來的色澤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的環境 像它的這樣的色澤更 更明顯 有天底的話 他們就會需要有一些綁護色 台灣第一點 五點 我就起來要泡在這裡 這是什麼 這裡面 這個裡面是西式的漂白色 聽說你不是這種 不是溫室一樣 我要幫你 你不用泡到我裡面耶 不會... 我裡面很乾淨啦 你又不用躲太陽 因為要配合加工廠 我跟你講 我這一套 我這一套 這個叫什麼 青蛙裝 一定要消毒 因為它太毒了 我一年要下超多個池 而且都是不同的池 什麼虱目魚池 鱸魚池 石斑池 還有什麼 我跟你講 連烏龜池 錦鯉池 水晶蝦池 我都要下 穿上青蛙裝 不論是下雨溫 進沼澤 或者是夏天工作 都能保證不失聲 不過今天要去的養蝦池 有點不一樣 溫室耶 溫室不是一般我們都是 養植物用的嗎 我們拿來養蝦子 你拿來養蝦子 但是這樣的蝦養出來 會比較厲害嗎 溫室養的方式 就是牠可以 完成了體育的息地 還有天氣的災害 就像是一般的牆降雨 或者是 降溫 降溫 潘流 所以這養的可以體育 就是天氣 然後跟疾病 這麼深 我以為超淺耶 我以為養蝦的石 還滿淺的 它這麼深耶 下去的時候要記得 怎樣 那個腳要黏在地上 因為牠會打蝦子才死 你不是怕我滑倒 你怕我把蝦踩死 都怕... 都怕... 都要小心 好 等一下 我真的踩到蝦了 那你沒有...沒有餡這樣 第一次來就有蝦子 是餡啦 是餡啦 是餡 嚇我一下 真的有蝦耶 牠在我的腳下不夠 等一下你養的這個是... 這個顏色 這個是... 你是方常用的吧 我現在要把這些蝦 網子裡的流龍的蝦子 要往上熟是嗎 是 裡面的蝦子一龍大概有 就是一兩百斤重 所以我們不會說整個籠子 對 我們會在下面 先把一部分蝦子 先裝到籠子裡面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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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這個要打開是嗎 那稍微一下 是... 是... 有到... 讓牠提供過來了 喔... 跟魚一樣啦 你把牠趕出來的感覺是一樣的 來...你笑 我撲 欸...太多了...太多 喔... 喔... 哇... 你看這個顏色 太誇張了啦 這個...欸... 這個我沒看過耶 這個顏色 我平常吃的時候 也沒吃過這個顏色蝦 這個我覺得很辣 真的嗎 這個腰力要能跑 好丟 不辣 太... 哇... 好丟 一般這個... 抱口應該很奇怪 那個... 那個... 有... 想錢傷感情啦 對不對 我們就這一籃就好了 這一籃 他笑我可以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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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好啊 太高了吧 好帥 來... 順利打撈完蝦籠中 整批的炒蝦後 還是有漏網之蝦 四處流竄 想要完全收乾淨 那才廢工 必須先將池中打氣管線的雜物清除 再以大網小網慢慢撈 難怪佳龍說 清晨五點就得上工了 好... 像這樣子的顏色的蝦 其實我說真的 好像不是就是那種很深... 深藍色、綠色 然後大隻這樣子而已 那但是你們的這個顏色 這個滿誇張的耶 這個顏色 這個對我來講 有點像觀賞級的 你看尾巴 這個顏色 它是天然自己就是這樣子 對 它本來的色澤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的環境 讓它的這樣的色澤更明顯 更顯著 因為我們室內養殖的關係 它比較沒有像室外很多天敵 有天敵的話 它們就會需要有一些保護色 可以融入環境 但是我們裡面因為沒有天敵 所以它就可以很大啦啦的 把它自己展現出來 這也是生命的本能吧 就比如說 它的背部顏色跟肚子顏色不一樣 當它從上面往下看的時候 你知道你是跟海水呈現一樣的顏色 但它的掠食者 從下面往上看的時候 它跟天空是一樣的光色 所以它有的時候看不太懂 念食品營養出身的佳龍 從小學習音樂 在校期間又是樂團議員 本想不務正業的踏上音樂之路 卻因為指導教授的提醒 才沒朝音樂發展 而轉去平科大養殖人才培訓班 投身鱸魚 私木魚養殖 之所以能堅持下去 背後還有個小故事 應該是說 從我去完遠雄海洋公園 上完訓壽司之後 你訓什麼 海獅 我以為你是訓海豚 聽說訓海豚的人 他每次一定要幫海豚 解決一些生命的事情 對不對 對啊 你看 我跟他們講他們都不相信 對 因為我朋友有在裡面他說 從事工作 原來我人生中 第一次要幫動物 處理生命需求 我去完海豚之後 我確定 確定我原來 這方向就是要有動物 要有水 要有水 你是第一個就養蝦了嗎 我一開始是先養食木魚 養食木魚跟百蝦 這個方式 算是我去年完研究所之後 對 才開始做室內養殖 那室內養殖的難度在哪裡 室內養殖 它的門開部分 建造的圖中 它的水質跟管理 因為所有的水族都一樣 因為我還沒有玩到這麼大 我就玩水族 就是你這一缸要養得好 最重要的是 你只要水好 你的種子就外了 你的魚就會漂亮 對 所以要做到這麼大場 然後你要把水質控制好 是一個非常大的東西 為了確實做到無毒養殖 佳龍不僅在六年前 改以溫室養殖 為了防止進口蝦苗帶有病菌 還另辟建蝦苗隔離區 觀察生長情形一個月 沒問題再移到養殖時 至於最重要的水 佳龍也有其他的方法 這是你的水庫 對 為什麼 你就讓它在這裡 我們的這整個場子 其實有一個大循環和小循環 小循環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那個室內的溫室 OK 它這樣自己循環 那它循環之後 它過濾出來的髒東西 就會排到我們後面那個磁子 對 那個磁子它進化之後 再排到這個磁子 對 然後這個磁子再 再抽去給我們的臭氧和過濾 對 去消毒 消毒 對 然後再聰明使用 這是一個大的循環 好聰明喔 這個工法好聰明喔 所以這也是你花錢學的 對 對 但你現在講出來了 好像好多人都不用花錢 沒關係啊 分享 反正大家就會越做越好 對 環境才會越來越棒這樣 一開始加隆 是到屏東買海水回來 水質髒了就排掉 再花錢購買 為了節省成本 它重回學校 學習水循環技術 才能一步一步建構出 現在這套循環作業 因為我們的水庫在戶外 對 戶外其實會受到天氣的一些 像是下雨的時候 它的水會變淡 沒有下雨的時候 它水會變濃 對 像是這個草下 它是鹽度要求比較高的下走 對 那我們就會加一些 像是海鹽 海鹽下去 把它的鹽度 調到它適合的鹽度 適合的 我們這裡面創造出一個 它適合的環境以後 以後再補進來的這些水 今天就是一點點而已 不會能夠它太多 你這邊也有搭水車 有 它一樣會去 創造它裡面的那種榮樣 對流 對流 OK 那那個呢 那個一格一格的網 有沒有做什麼 就是因為蝦子它在脫殼的時候 需要有一些 藏膩的地方 所以它會攀附在上面 然後它可以有佐藏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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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樣蝦有幾個級別 現在這樣 現在目前 它們是要分成四五個級別 對 這裏顏色又不太一樣 對啊 它現在又有點 比較像偏淡藍色 因為它蝦子 它們很好照陽光 所以它會 呈現蝦子的顏色 就是那種青色這樣 就是血清水 漏網子蝦 麻煩把它丟上來 貴貴的 你不要偷放口袋喔 它其實要30塊 這邊 30塊 對啊 只要30塊 對啊 只要30塊耶 那隻蝦子其實是很高的 這麼高檔 那個成本很高耶 給它分蝦... 像馬蝦冰鎮活性降低對不對 對 然後讓它分 不要跳得這麼嚴重 太大隻了吧 有兩種方法 可以讓蝦子活性降低 一種就是丟到冰鎮池裡面 一種就是把它煮湯嘛 有沒有活性 好像高壓電腦 快跳 多苦 不跳了... 不跳了...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 就可以選一下 好啦 怎麼選 就這樣慢慢上去 然後到那邊去看 你看這個還要先 軍先選 它有沒有比較 像比較短脂的啊 受傷的啊 更不足的啊 然後把它先選出來 所以它這個是過濾 因為它的粗細對不對 它頭大小 頭的大小 越頭越大的會在後面 最後面 然後越小隻的會 直接就掉下去了 再掉下去這樣 所以說通過它頭大小就選 它要選出來在那邊 對 這個是我們蝦 目前先出選的 因為我們還要再選 我們第二次 就譬如有些 再小隻的會到處處 專門處理鮮蝦分級包裝的 洪大哥 本身也有養殖魚蝦 知道加龍是無毒養殖 因此加工廠 會在加龍撈魚蝦期間 另開出一條生產線 避免與其他養殖戶 會有交相感染的問題產生 這裡面有什麼 魚丸 魚皮 還有草蝦 它算是比較養殖的大種 其實你們養的都是台灣餐桌上 最常會出現的東西 對 這是產地直送 不可能比這個 在吃當季吃當地 你就是人下去的 泡氧量而已 好鮮喔 不錯 真的不錯 先吃個魚皮 蝦 我需要剝給你吃 這剝給滿奇怪的 我們應該叫老闆 怎麼叫我呢 我自己剝 我剝蝦還滿厲害的 跟大家示範一個 最佳剝蝦的 我自己都是這樣 偷一剝 直接剝開來 然後呢 先吸一口 對 這怎麼採 很會蒙的喔 很會蒙 蒙啊 很吸一口 我們是一排一排的 對啊 吸安格的是很重 師傅在摸的時候 我一直往前面 會一直摸到 我真的拔不起來 這斷了嗎 斷了 第一點 然後在這邊 就脫開了 好好吃喔 我的天啊 剝殼就知道蝦新不新鮮喔 你看 馬上繞開來 好像在剝兩下 尾巴也有 有啊 在這裡啊 我就是在把它尾巴剝出來啊 它尾巴完全不會黏住殼 在這邊 你看這個 不錯吧 你有看到這個嗎 好 好好吃喔 來 自己在那邊吃 都沒有分給別人吃 是一種很不道德的事情 來 你真的把我當蝦弩 你真的把我當蝦弩 手都不伸的 好啊 你 你是不是平常都當蝦弩 沒有被餵食的過 你又變成要剝給老婆吃 對不對 然後現在還可以被餵的感覺 我跟你講 你就知道 你現在可以感受一下 當老婆的感覺 你看這個 學音樂的小孩是不會變敗的 我的拿 你看平常你多幸福 他都是這樣剝給你吃 我現在只是跟他 調換一下角色而已 而且你們沒有把它燙到完全的 非常熟透這樣子耶 因為會太硬 會太硬啊 因為其實這個蝦器 其實可以 生食級的 室內養肚子 因為他們 還真的是會 洪大哥提供的吃法 不加任何香料調味 喝鮮湯的清甜 吃肉質的爽脆 但是假如 你沒有這般好手藝 又或者想要來點西式風味 那也沒有問題 佳龍幫大家都想到囉 其實很早之前就有想說 我們要做料理包這一道 對 剛好好朋友的餐廳 想要轉型 所以我們一拍即合 一開始其實是因為老婆 他要煮小孩 對 但他變成說你沒有時間 再煮東西 他有時候吃就吃得很隨便 對 那想說不能讓老婆 沒有吃到影響的東西 所以剛好他們有好的 皮膚跟韓鮮 我們需要利用這些去做一些 料理包 老婆在家裡比較方便 就是煮著麵 燙個海鮮 然後煮一煮白白就可以煮 所以這樣都很方便耶 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它不會是像我們傳統料理包 它就把那個料理包的所有的食材 丟到裡面 然後隔水加熱 我常覺得隔水加熱出來的料理包 它會少了那麼一點點 新鮮的味道 對 因為你食材它其實你經過 煮熟在冷凍 在退冰 在重新鮮的 它就是它的水分都跑光了 對 肉吃起來就會比較乾彩 那我們是希望說我們海鮮類 竟然還是保持新鮮的 那我們就是醬包都調味調好 我們都在做調味 那你只好試一下鹹爛肚 這樣就OK 對 義大利麵要好吃 就是你的醬汁要 你的醬汁要 對 然後就一直去說 去炒飯的麵 跟空氣有接觸 對 蝦也是一樣 你要把蝦養好 你前提就是要把水先養好 你水養好就會有好的蝦 我覺得是一樣 我一定是看麵的味道 好吃了喔 我嘴巴很挑的喔 好吃耶 好吃好吃 好吃 好吃耶 好 吃一下義大利麵 這樣太方便了啦 這樣其實太方便了耶 如果說你自己家裡有一個 真的要調味包 回去就這樣做就好嗎 從一開始 從一開始對水中生物的興趣 到改用循環水系統的溫室 魚溫養殖 再到與好友研發 基底調理包 這些都是佳龍抱持著 與人分享好物的心 漸漸打造出來的 雪甲溫室裡的水下三米 有著藍寶石般的色澤 下一站則是要走出溫室 奔向戶外 來去找另一種寶石 各位 我即將離開地球表面 上到外太空去了 今天我們要來找的東西呢 是 水下的綠寶石 什麼是水下綠寶石呢 猜猜看 我是已經知道了 嗨 你好 這邊原來是一個什麼樣的場地啊 這麼大一片 這邊以前其實是砂石場 砂石場 砂石場 所以你本來 你家裡本來是做土方的 是 試鏡 你家本來做土方的 那為什麼從土方要轉成做 這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主要是因為呢 蔬菜 尤其農業這一塊 其實相對的在 目前所有的產業相對上 比較穩定的 對 而且也比較單純 對 那公司才轉型說 要往這個方向走 這個轉型的 這個決定 是誰做出來的決定 是我父親做的決定 蛤 你父親是這個土方廠的 第一代 對對對 哇塞 太驚人的決定了 第一 通常我聽到的都是 比如說像你們這樣 第二代 然後開始接手 或者是有回鄉的青年 然後才會來做轉型這一塊 但是你父親願意從土方 然後直接轉型 做為蔬菜這一塊 我覺得它是一個滿猛的決定 在它那一輩的思維 可以有這樣子 水中綠寶石 這是水簾 那為什麼 你們會選擇水簾 它其實它的生長空間是水體嘛 對 所以代表它對環境 變化的負載能量比較大 我們就比較不怕說一些 風災雨災風險的降落 對 大哥 你在這裡已經踩多久了 你幾點來的 我們四五點 四五點踩到現在 對 一般來說要踩到幾點 今天要的數量夠 踩到今天數量夠 那多少會夠 每天有多少我們的目標 好猛喔 但還好這個季節泡在這裡不會 不會熱 會冷 會冷 對 這個季節會冷 沒錯 這怎麼採 用下去摸的喔 對 用下去摸 摸啦 鹹水果 一鹹割二果 我們在種植的時候 我們是一排一排 對啊 齊盤隔得去種 對 所以其實師傅在摸的時候 一直往前摸 會一直摸到 所以師傅是像這樣子 牠種在土裡面 師傅是這樣子摸 然後摸 一直抓著頭 一直抓著頭往前抓 然後抓滿兩板 因為都是抓頭之後再抽 因為牠種的時候 牠知道怎麼種 對... 這裡有一句 你找一個點 然後你往前推 應該就可以摸到第二個點 往前... 對 對耶 輕鬆多了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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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了 又有了 好 你可以期待的 這是你... 我覺得你可以... 再這樣... 差一點讓牠跑掉 師傅 我有抓到都是根部了 這其實滿難的 然後回去... 但牠在這邊洗過 我怎麼看你們回去那邊 還有再洗一次 其實我們這邊沒有寫 我們這邊只是把大多數的 葉子脫掉而已 因為這個葉子 我們要留著 這是苗 這是苗 對... 這邊你看這個 尾端會有一個木 這個 這就是苗 那這個再插回去就好了 插回去它就又再長了 牠是多年生的 對... 所以牠變成牠多年生的情況下 你只要把苗留住 水質 營養固好 牠就會繼續再一直長... 對... 台灣99.9%的水蓮 來自高雄美農 祁山 當地人稱水蓮為野蓮 原是一種野菜 是周遭居民夏日餐桌上的舊荒菜 也曾因水質優氧化問題而絕跡 直到1975年 美農居民耕田時發現野蓮苗 才以人工富裕方式開始種植 水明蛾 對 後代文水明蛾 那是成蟲 然後 這一個是牠的幼蟲 這是屬於我們水蓮的害蟲 害蟲 對 然後這一個剛剛好是牠結件的 OK 對...但是 我們比較... 水蓮其實比較不好防治的是因為 牠這一個蟲 牠會把葉子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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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藏在葉子跟葉子的裡面 然後會浮在水面上 牠在葉子背面代表 牠其實平常吃東西的時候 牠不會在葉子上 牠都在葉下 所以其實很難去防治牠 牠在葉下吃飽了之後 牠要去跨泳的時候 牠其實牠就是直接爬到下面去 然後節儉 牠現在就是這個節儉的狀況 所以其實你要做防治是不好防治的 精油啊一些資產 其實碰到水都洗濕掉了 所以你是用什麼來防治呢 有什麼辦法可以防治 其實我們防治就是用一些菌類 或者是一些精油 像肉桂精油 肉桂OK 裏面有這種比較常見 那肉桂精油是比較少 我們在使用上面主要是 以 啟軒本著有機種植方式 讓牠的水簾獲得了 有機及生產履歷的雙認證 而我們本來想嘗試在 原始自然的環境中 尋找一下洪灌水積的蹤跡 但整隻畫風一下就轉變了呢 所以你剛剛說的就是牠們 就剩下的這個小苗 就是這個 對 上面有一截的這個 對 我看那個大哥在插秧 好像很簡單 牠弄得很隨便 牠弄得很順 對 牠就是這樣 對 就這樣嗎 因為牠是機器 牠就只要碰到牠就會發根了 對 其實我們中有很多種方式 有人是用灑的 對 那有人會像我們 像是用定紙一個一個壓 因為用灑的情況下 牠當然比較省工 但是 你收的時候很難收 對 你會找不到 所以我們就是決定 我們最後是用一排一排定紙 一排一排的 我們在採收其實 就會比較好處 對 會省一些工 你幹嘛 你給我留太久 我才剛好 這我會啦 剪頭髮的概念嘛 對 對不對 剪麻尾嘛 沒有女兒 只能剪夜裸 水蓮達成的汁 我沒有喝過 完全沒有 好喝耶 這完全沒有水蓮原來的那個 好喝 台灣第一點 你跟妳聊太久 我現在拉不起來 沒關係 我不要起來 我這邊已經爽了 你看這樣 就這樣就好了 這個不是 來 就這樣把它種下去 你有做著那個洞嗎 一排一排 有啊 我有啊 你看 牠在這邊這一排 然後這邊 這裡 從前面這樣過來的 騎盤式的 這裡 這裡一排 有沒有 把它壓下去 然後這裡剛好 這裡也一排 然後這邊一排 還有碰到體就可以了 碰到體就可以了 所以牠這個重點 不是說牠要怎麼種 重點是要整齊 對不對 重點是要整齊 那再來就是深度 太深不行 其實還有一個方式可以種 就是你不要種 起盤式的 你可以種一圈的 一圈 一圈的嗎 對 這裡原地的一圈 然後再走過去下一圈 再下一圈 然後要收的時候只要碰到 這一圈旁邊都有 對 等一下 我拔不起來了 等一下 我手這麼髒 怎麼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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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不起來 好 你是要玩魷魚遊戲 不是 這個 這關如果是魷魚遊戲 我跟你講 已經被開槍了 等一下 我就插那麼一半 然後 你看我的鞋現在變這樣 斷了嗎 斷了 沒有 什麼都會斷了 沒有 我的腳斷了 水蓮生長在水裡 最怕的是遇到連續下雨 把水中的有機物質 及含氧量沖淡 只要含氧量一變少 水蓮就會死亡 為了維護品質 齊軒特地將種植 採收的前端作業 與後端整理包裝分開 各有專人操作 姐姐 我這個要怎麼下去 我們這邊有椅子 妳的椅子不是妳在做的 是喔 妳看這椅子 喔 好拼喔 這椅子長這樣耶 很舒服 又不是妳在做的喔 太舒服了 這是什麼 這是當樓梯喔 當樓梯 喔 我以為是 妳們就是弄一弄 然後很累的時候 就坐著休息一下 也可以喔 真的嗎 真的喔 也可以喔 哇塞 很舒服喔 好舒服喔 舒服 太舒服了 我們現在是挑椅子 對 這是挑的 要怎麼挑 因為我們這邊是有利的嘛 對 所以難免會有一堆指頭 然後尾巴也是 對 所以每個都會害下尾巴 如果漂亮的話 每個都不用吃喔 啊 這個我會啦 剪頭髮的概念嘛 對耶 對不對 剪馬尾嘛 好 來吧 沒有女兒只能剪夜蓮 這邊啊 剪到這裡 來喔 然後呢 我們把它窄一窄 這裡這樣 然後這邊 我們要這樣剝 我們要剝開 每一個都要看到 要把蟲剝掉就對了 他會吃包我們的葉子 真的嗎 那為什麼不把蟲包一包出去 給到客人手上 他看到是有蟲表示有機 人家要大白子嗎 對啊 其實我每次看到有蟲的菜 我都特別喜歡買 要啦 我們讓主婦們輕鬆一點 對 好 就這樣 對 你要看過後 還有葉子 我們葉子還沒有挑 葉子喔 來 在這裡 我已經挑完了 只有我們公司不愧 搞手喔 沒有 我是剛好挑到那一個 是沒葉子的 來 來 我看一下蟲包有蟲 好可惜喔 帶回去炒一盤 在這裡泡酒會冷耶 真的啊 你幹嘛穿這麼厚 對耶 裡面穿很厚耶 你裡面穿棉袄吧 你該不會還穿羊毛褲吧 真的耶 真的喔 現在就在這裡泡酒了 真的會冷 一個夏天整隻 你看 帥喔 水蓮採收下來 採一條龍的作業方式進行 修剪長度已經是第三個步驟 後續還得甩水 加速瀝乾水分 水分瀝乾後 依照各通路的要求 做套袋包裝 及最後的品管 分工合作各司其職 速度快 品質也有保障 我們今天吃顧剩一點好不好 其實我跟你講 我的好像超好的 很快就走了 Good 好 放一放再來一點 他們怕味道不夠 吃點味道 所以你們這邊是因為 有請越南的老衣 對 所以他們也會提供一些 越南的吃法 對 但是人家是手撕雞 你這手撕雞塊 對 吃嗎 太出了嗎 太出了 口感比較好 好期待喔 魚露 然後另外一個是 水蓮的果汁 對 裡面就是有 蘋果汁凍的 你這裡我還可以幫你講 擠檸檬嗎 擠檸檬 擠下去嗎 可以喔 也可以擠喔 好香喔 我先吃一口看看好不好 好香喔 手撕雞塊 好吃耶 原來水蓮可以這樣涼拌喔 不是... 你剛剛加了什麼 魚露 還有什麼 魚露 然後薄荷 雞蟲跟一些香草類的 然後紅蘿蔔 紅蘿蔔 辣椒 跟雞肉這樣 雞肉 然後魚露裡面 應該還有加一點糖吧 對 有糖 然後一些蒜末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耶 水蓮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又有甲 鈣 鎂 鐵等營養成分 熱量低 深受市場喜愛 觀眾朋友們 如果也有創新的吃法 歡迎留言分享囉 我先喝這個喔 這個是我最沒喝過的 水蓮打成的汁 我沒有喝過 完全沒有 水蓮打成的汁 我沒有喝過 完全沒有 水蓮打成的汁 我沒有喝過 草味 因為水蓮是有 它會很深的味道 因為沒有炒過的話會 但它沒有耶 完全沒有 好吃吧 還可以喔 但我們水蓮保存容易嗎 我們一般薑片 大概可以保存大概 14天左右 很長耶 其實很長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啊 你如果買了菜回去放 兩個禮拜都不足的話 你乾脆不要買菜了 你買回去幹嘛 對 對啊 所以其實它在家用保存也是可以非常好 那當然也是避免說 如果有那種吃不完的 對 所以吃不完的情況下 我們就建議說那先汆燙 然後等動 然後就去打鼓 打鼓 台灣是水產養殖王國 但水下世界不只有水產 顛覆蔬菜才有溫室的漁溫 亦或是無心插流的七股海龍虛菜 或者生態混氧的漁池 這些都是水下世界 多樣面貌的呈現 對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開啟小鈴鐺喔